這個積分賽的第一名啦 擁有最高勝率的這個小橘子 那兩大高手齁這個 其實我也不知道到底誰會贏的齁 那我們這邊的齁選手呢就已經就位了齁 那就位之後呢我們來再重複一下 在這個積分王的挑戰賽的規則是使用 這個植一頻道齁 所以卡片限制是四子二金十紅二綠 但是看起來應該是已經沒有綠卡了齁 好那在這個選擇球場的部分是隨機球場 局數的部分呢是九局制用的是這個DH 使用DH 那在道具的部分用的是這個業餘頻道的道具齁 那所以也就是說他必須呃這個總和加成只有加六齁 那在飾品的部分這邊都是禁止的齁 所以兩位選手都齁這個非常清楚我們規則 那我們現在比賽 好我們的一組的賽事即將率先展開齁 那在官方的這個戰報小編的部分齁 就是現在還在進行應該是我們的大會齁頻道 那我們這邊的這個非常好的賽事齁 已經率先展開了各位齁把這個鏡頭轉過來齁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球場是台南球場齁 這個球場在 是屬於在台灣來講是一個老球場齁 在1931年啟用的那左外也是 三百三九因此中外走 中外也是四百因此齁 右外也是三百三九因此 可以容納是一萬一千名的 這個球場齁 這個球場齁 那這邊回到場上 我們可以看到 先守備的兄弟殺手依然使用的是 06年 我們的指卡開到是滴大師的零恩雨 但是這個天氣是晴天齁 好那在 小橘子的部分齁 他使用的是這個TML 就是金剛隊齁 算是一個非常 那個在積分賽來講齁 算是一個非常熱門的新的組合隊齁 那等一下呢 因為老闆本人也有組金剛隊齁 所以對金剛算是蠻了解 一一來可以解說一下 好那我們先看這個先攻的小橘子 他牌上的先把打線一棒 是 這個速度最上的冰山二棒邱昌榮齁 三棒是 紫卡丁華 跳街手背 哇 真是漂亮齁 四棒 巨砲 應該是開到最佳狀態的雷騰 五棒是 穩定速度的沃克 然後DH放的是 戈牙齁 應該開到打擊王牌 第七棒 傳說卡 阿敗 謝家賢 應該是開傳說的潛力 第九棒 應該是七等的康雷齁 這邊小道消息 他這張 三雷手是七等的康雷 那放了這一張的話 可能 可以把 這個 後援的 紅卡全部擺上齁 好 第九棒放的是 手背組 擁有快速傳球的黃高俊 這個是小橘子的 先發打線 那這邊的話 一局上半齁 三上三下 那現在一局下半齁 輪到的是 兄弟殺手 兄弟殺手 兄弟殺手的 這個進攻齁 然後 投手的部分齁 當然這個 金剛隊齁 沒有問題 絕對是紫卡的黃金智齁 開到其實是A打人 所以A打人就是 以A系列投球的時候 體力減少消耗齁 那戰神慢取 他就是一直投 體力都不太會消耗 所以這算是一個 蠻強勢的紫卡投手齁 又帶有組合隊加成 金剛隊控球加4 四防線加6齁 所以卡特球跟四防線 都是屬於這個 直球系列齁 所以卡特球也來到最上齁 好 那我們來一局下半齁 兩人出局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兄弟殺手的先發 打序齁 1棒 B9 2棒 這個陳金鋒 前兩棒都是紫卡 3棒 這個力量超高的奧利維齁 剛剛打中外方向被接殺出局 現在2局上半齁 又輪回到了小局池的進攻 這球放框齁 但是一個歪框打擊 球是壞球 這個 但是打出去的聲勢還是蠻嚇人 打到左外方向齁 想要吃個風向 但是被 左外手接殺出局 然後這邊輪到的是 第五棒 這個加成來到四個最上的 沃克 所以右外手幾乎是不用換齁 如果要換的話呢 可能就是 跟這個 一壘手 阿敗 做一個對調 但是這邊的話 金鋼隊 有一張一壘的打擊最上的 銅重灰齁 他沒有把他敗 派上齁 可能放在這個 代打群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金鋼隊的部分呢 這張 這個 DH齁齁 力上 打墜上 速度上 手臂上的 突襲隊長齁 97年的哥亞 這個加成來的 算是非常漂亮齁 好 現在2局上半 一好三壞 小橘子的打擊 兩好三壞 滿球速 用這個畫面來看一下他的對決 小橘子滑球 外腳塞進來 可能這個 沒有堆到框齁 好 二局下半 好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風向齁 有了轉變 來到了是 晴天 天氣沒有變齁 但是風向來逆風齁 所以 對於小橘子來說 算是 有點幫忙齁 那這邊的兄弟殺手的話 輪到第五棒開始 紅正銘 第六棒 沃克 兩邊的 沃克都在第六棒 欸 到底是 小橘子的沃克厲害 還是 兄弟殺手的沃克厲害 好 第六棒的沃克 第七棒 商代山 第八棒 一樣是雷騰 這個 但是是紅卡 第 第八棒 對不起 七棒 雷騰 第八棒 維茲凱爾 第九棒 艾斯柏瑞 所以這個 這個兄弟殺手的打線 跟剛剛第一場 解決掉了黑蝴蝶的打線 應該是沒有做什麼變動 不然頭手也沒有做變動 黃金字 用了他的這個 戰神賣局 非常的優勢 到現在雙方 都沒有集出安打 這箱 可能是一個 頭手戰 齁 這個對到匡 但是呢 一個低拉 拉到三雷手 康雷的管區 好 這一局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齁 這個三雷手 九八康雷齁 他應該是一張七等卡 齁 這應該是 有花錢齁 這個 用活動聲的齁 非常好 非常支持我們的紅心辣椒 好 那卸下錢的部分齁 這個 TAP按下去齁 可以來到力量最上 好 開的潛力是傳說 喔 這一球歪框打擊 但是 算是逆風齁 好 哇 這邊各位來看到齁 康雷 一定要開到團結力量大 以及七等 你就可以力量最上齁 速度上 手臂上 打擊上 各位這個趕快來拍照一下齁 非常漂亮的一張卡片齁 三雷手 我們 九八年的康雷 喔這就縮到框了 哇 但是可能天氣被刻到齁 很可惜 打到中外方向 被中外手接殺出局 好 三局上半齁 我趕快來看一下雙方的職員 哇 喔 剛剛這個兄弟殺手用的是我們的 小文齁 來小文跟大家打聲招呼 哈囉大家好 我是Uni Girls的小文 哇 太好了齁 那在金剛隊的部分齁 一樣 用的是打者的 大拉隊卡齁 那是我們的 挺挺 齁挺挺跟大家等著招呼 哈囉大家好 我是挺挺 OK 非常的簡短有力齁 好 那這邊的話 金剛隊齁 不用懷疑 全部就是用02年的 TML 台灣大聯盟的冠軍隊的 這個職員齁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金剛隊的職員 齁這個 球團強化 打擊強化 速度強化 太超過了齁 然後擁有的是A系列 所以黃青智齁 剛剛受到天氣影響 他的戰神慢局 欸 減少天氣克到30% 控球齁 也沒有受到天氣影響 少30% 察覺選球正面突破齁 這個 潛力非常的厲害齁 跟 雜牌的傑克比齁 選球訓練 爆怕訓練齁 都是算是非常強勢的潛力齁 職員潛力齁 好 三局下半回到場上 那這邊的話 因為 戰神齁一直被克 所以克到小橘子受不了了齁 那 加上也 也輪到對天的雷騰 所以這邊各位 我們可以 從高手這邊學習一下 當天氣被克到的時候 馬上換上 天氣對應的頭手齁 換上是我們01年 開到潛力時第一打人的貝爾 所以很快一上來 三個球 三陣掉雷騰 那接下來輪到是我們守備組 無數的維茲凱爾跟艾斯柏瑞齁 好 滿球術 喔 一個對框打擊 但是丁華 哇 這個 以防往後跳現在沒有問題齁 那接下來也做了一開始就做了儀防齁 我們來用這個畫面來看一下 附陣齁 所以可以看到在二壘手的後方 以及中外跟左外手的中間齁 這邊有一個漏洞 喔 但是黃高俊齁 速度最上齁 一樣可以吸到這一球 好 那在四局上半天氣做個變化齁 然後 對於小橘子來講 算是不利齁 因為一開始是一個 晴天的秋昌龍 好 那是一個二三四五棒的 這個打擊機會齁 但是 風向的部分是 陰天 好 那兄弟殺手的部分齁 這個 鮮花投手沒力了 好 所以他換上的是 剛剛 在第一場有上來 一個救援的08年的 李維拉 開到潛力是直球打人 就是體力消耗減少 好 那這邊的話 小橘子的丁華齁 五等跳接手背 咦 一個縮框打擊 但是 胎米的部分好像 切得太早 打到三壘方向齁 被 高飛球齁 沒有出內眼 好 接下來四局上半 兩人出局 雷騰的打擊 果然沒有錯 最佳狀態 好 一毫兩壞 好 一毫兩壞 哇 這一球 一個 逆六 天氣被嗑到 最差狀態的情況下 小橘子的直卡 他買對了啊 他說我終於 買對了齁 直卡就是直卡 這個力量齁 加成上 真的是不容小虛齁 還是灰色一發 陽春蛋啊 他把這個 瑞凡的老婆 都給他打出來啦 真是太厲害了 這球就像 變了新的女朋友 中外方向 彩虹炮回不來了 哇 目前四局下半齁 小橘子 這個 率先開炮 1比0 領先了兄弟殺手 他這邊四局下半齁 兄弟殺手有個很好的機會 從1棒的B9開始進攻齁 2棒 陳進風 3棒 奧利維 所以這個有兩個打者 天氣對到齁 看能不能利用這局的機會齁 把比數翻平 喔 說著沒錯回到場上 哇 但是這一球黃高俊齁 這個一個nice play 鋪下去齁 天氣對到齁 這個 沒收了這隻B9的安打齁 非常可惜 好 現在來到了 獵人出局齁 打者是 陳進風 那就要看一下 這個 風哥有沒有機會齁 幫兄弟殺手來建功了 幫兄弟殺手來建功了 好 這邊插播一下齁 五局下半在這個F組的部分齁 目前與蝴蝶是以1比0 好 領先我們的ACOBEPA 那在 一場的部分 哇 又是一個nice play啊 兩球都是黃高俊齁化解掉了這個小 小橘子的危機齁 兩球都nice play齁 這個黃高俊一球鋪 一球跑到很遠 鋪下去齁 接殺了這兩球齁 那目前AC球團的兩位高手都是以1比0 0比1啊齁 戰時落齁齁 所以這個 加油加油加油 好 那接下來五局上半 TAP按下去輪到的是 這個 歌牙齁齁 但是因為是天氣 天氣 這個 被剋到齁 所以換上是我們01年的揚聲 這個潛力還沒開到 他是一個打速型 如果6等的話可以來到速度最上齁 好 那5局上半一個逆風齁 雪天輪到是傳說卡謝家賢的打擊 很快齁 利用了這個慢取來到了良好球 喔 這邊也不掉球了 直接一個V滑球 塞進來 接下來輪到的是 7等的康雷 各位趕快拍照一下齁 團結力量大 以團隊年度組合隊的時候力量加2 打擊加1 那康雷呢 這個在 數值再加7齁 在 在吃上了這個傳說 還有我們的啦啦隊卡 力量再加2 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到剛剛這個畫面齁 打到外野方向被接他出局 接下來風向齁還是 沒有做轉變齁 輪到的是 兄弟殺手進攻齁 那這邊對沃克來講 算是個逆風 而且被剋齁 所以可能要想辦法往左半邊進攻齁 好球出來了兩好兩壞 目前小局只適應兩隻安打領先的兄弟殺手齁 兄弟殺手 剛剛的確是把黑蝴蝶的兄弟殺掉齁 但是現在是對到了金剛 喔這球猜到了 鎖匡猜到了 但是一個 那個王翰的慢局齁 還是壓制到了齁 喔這球克魯茲縮下去 球在哪裡 哇這球 不夠高啊 打到全力打強 但是球點是在球場外 哇這個 這個鍵盤可能要摔下去了齁 哇不然的話就是一個追平砲啊 哇很可惜 那現在呢這個 兩人出局齁 還是必須要靠安打 那這邊的話 小局只齁 做一個戰術性的 保送的巨砲雷騰 那接下來輪到的是 手背組的維茲凱爾 那這邊兄弟殺手 勢必應該要做一個 代打齁 因為維茲凱爾是手背組的齁 喔 他沒有換 他還是用無數的維茲凱爾 喔這就對到框 哇但是一個低啦 打到一雷手的防區 那 在剛剛齁 這個小橘子的部分 把雜牌齁 就是金剛隊拆成了雜牌 好我們趕快來看一下齁 怎麼樣從金剛隊轉雜牌 左外的部分齁 換上是瑞恩絲 齁在345棒的部分沒有做變更齁 然後再來DH部分當雜牌的 那個亞特利齁 算是一個蠻全能的一個黃卡 好一雷手沒有做變動 好三類手換上是克魯茲 中外野手齁 就是吃天氣齁 這個應該有快船的凱撒諾齁 好那在六局下半 一樣都是 這個台南球場齁 這個逆巴 那對於這個現在要進攻的 兄弟殺手來講齁 勢必要突破了 這個 布萊恩齁 開到的是最佳狀態的一個 一個手臂齁 好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齁 這兩個高手其實都是善用儀房齁 所以儀房其實 雖然在原廠有做一些 這個調整的話齁 但是各位 還是可以看到齁 大部分的高手在氣氛賽來講 還是會使用儀房齁 所以各位這個儀房不得不學啊齁 好我們看到儀房的部分齁 就是在這個游擊手齁 就是像現在畫面上帶到的齁 打游擊手齁 一個 明明是安打的球 但是他可以齁 就是很快速的 直接往後退齁 接殺 跳街齁 把這個 中外野手的 這個中外野方向的安打 沒收齁 這就是儀房的 這個 部分齁 那往右邊來講的話 那二雷手就會站得比較靠二雷雷包齁 好所以在游擊手的後方 左愛手的前面 就是這邊有一個大扣檔 好所以你會儀房 但是一定要學會怎麼打儀房齁 那這邊這個 這個 一方部分全部往右移動齁 所以可以看到 左愛手就站到了 這個 二雷後方齁 所以這個打一個二雷方向 看似安打的球 為之凱爾齁 還是跑過來可以接殺齁 因為手背框非常的大 這邊 你看就是 沒錯 就是 要破解一方就是要打這個點齁 非常漂亮齁 七局上半 一個 小橘子剛剛打一個非常漂亮的 破解以防安打 但是兩人出局 打到左愛的方向齁 這個 被接殺出局 左愛手接殺出局 那接下來 兩邊都是 雜牌了齁 好那這邊天氣做個 做了變換齁 來到晴天 然後呢 風向師 溺石啊 哇什麼時候才能 挖起風來啊 這個 有風的話高手打起來特別有勁 好所以 現在一律齁齁 這個 教練下 指令齁 全部給我放框打 好 那這個 放框 你放框 我以防 你安打我以防 好所以 就是高手的這個 手背的佈陣齁 好 那我們看這個 看到tap按下去 安打的部分 小橘子三隻安打 在四局上半 靠著雷騰一個 逆六 然後陰天 的一個 中外方向的陽春炮齁 就是一直領先齁 到現在 這個 這個 兄弟殺手只有 一隻安打齁 獲得一個寶獸 好 那職員的部分齁 我們來看一下 雜牌的 兄弟殺手 帶的職員 跟剛剛第一場 應該是沒有做什麼變化 那個 總教練部分 速度強化 跟力量強化 托斯卡的部分齁 這個 帶手球員 手背能力增加 加了好多啊 好 那再來 杜比 杜比 這個是雜牌的最愛齁 開到的是 察覺選球跟正面突破 好 那在 手背教練部分 帶的是 一零年的 佩提斯 是一個右外野手有快船 跟外野鋪接 齁 失誤 這個 機率減少齁 最主要就是怕說 如果外野鋪下去 結果失誤 哇 我的媽媽咪啊 那不就 鐵定二雷安打齁 我寧願跳街失誤 也不要鋪街失誤 齁 所以各位 這個一定要學起來齁 看轉播學技巧 那 拉拉隊的部分 哇 好可愛的小 那 我們再來 聽聽小文的 聲音 哈囉 大家好 我是Uni Girls的小文 是的 婷婷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婷婷 哇 這 打棒球 有女生在旁邊加油 真是不錯欸 好 回到場上 風向還是沒有轉變齁 還是晴天哪 那輪到的是 這是我們小橘子的進攻齁 那這邊的話 冰山 換上的是 黃中藝齁 這個 力數型的金卡 這個 卡架非常高的一張 傳說卡齁 兩好一壞 一個高角度 掉到 三陣掉了 好 八局下半 還是沒有變哪 還是 逆 九 小橘子的部分呢 投手換成的是 潘威倫齁 開到的是 火球男 那魚的龍有一個 新的應援曲齁 應援曲在 主場的部分 主場選手 如果有應援曲上場的話 就會 就會 出現這個應援曲齁 兩好三壞 對決啦 好 打到中間防線 但是沒有問題齁 有一個一防守備 好 插播一下 在 F組的賽事齁 歐北怕 哇 逆轉了 這個羽蝴蝶齁 來到了 比數來到3比1 那這邊的話 但是兄弟殺手 還是沒有得分啦 齁 因為這個 風向啊 齁 這個一直 沒有辦法齁 對於這個 兄弟殺手 非常 會打拳力打的選手來講齁 這個 逆風還是沒轍啦 齁 一直靠一些連續的安打 好 九局上半 小橘子齁 這個 最後的進攻的半局齁 那 目前安打 小橘子是 來到4隻 兄弟殺手 只有一隻啊 齁 所以 他現在天氣也做了 這個 變換齁 所以兄弟殺手 應該 率先交出暫停 好 換上是剛剛第一場 有上場的7等 我們的艾克斯利 第一側滑跟R樹球齁 兩個都是最上 最上的是我們的小橘子的2 3 4 5棒的 歐洛伊德 還有我們的丁華 還有我們的雷騰 一上來二話不說 吹吹吹 三顆好球 三陣掉了小橘子 那接下來這個打者今天的表現不是很好齁 三個打起 兩 三個打樹 2K 是我們的紫卡丁華 這球放框打擊齁 但是一個歪框打擊 打到 這個二雷手管區齁 動也沒動 就接殺齁 那接下來輪到是今天各位 小橘子就是靠著他 就是靠著他齁 哇 剛講完齁 今天完全看雷騰的表現齁 在四局上班一個陽春彈 現在兩人出去 他又打一隻安打 齁 他是本場唯一齁 有兩隻安打的選手 就是我們雷騰齁 這個買直卡買對了齁 哇這個側滑 哇塞 這簡直是從 呃 9點鐘齁 滑到我們3點鐘 這個 能夠抓到time也是不簡單齁 9局下半 各位啊 整場啊 呃 從應該是第六局開始齁 還是第五局開始 全部都是逆風啊 這個打著兄弟殺手 這個非常的悶齁 到現在只有一隻安打 齁 那還是9局下半 最後反攻機會還是逆風 那這邊我們看到齁 他接下來上場是 艾斯伯瑞 BGO 陳金鋒 Anderson 看起來應該是不會換打者 齁 那小橘子的部分 換了手背齁 右外野 換上的是流浮豪 齁 一個力術型的黃卡 好 好 頭手部分呢 換上是 也是雜牌齁 最愛 九零連 金幣生卡 齁 的黃平洋齁 那我們看到五等 齁 完美雙守衛 所以 這邊一個歪框打擊 打到中外方向 葛林森 一個速度型的手背 決天的 齁應該是晴天的齁 這個手背組 接殺這一球 接下來 演出局齁 輪到的是 紫卡 但是今天 沒有任何安打的B9齁 齁 好 那這邊的話 在F組的部分齁 歐北帕 應該是以3比1齁 獲得了我們的勝利了 那這邊就要看兄弟殺手 有沒有機會齁 齁 齁 纏鬥功力非常不錯齁 打出一個CUT 這球 哇 這個TIME掌握不錯齁 但是可能按到D鍵齁 所以球沒有 算是打在內野齁 最後一個 王忠義 跑過去 鋪到了 齁 所以最後 這一球打到右外方向齁 沒有問題 最後小橘子 五三打 比 對上一三打齁 那就是在四局上半的陽春蛋 齁陽春蛋 這個 擊敗了AC球團的高手 兄弟殺手齁 挺進到了最後的 冠亞軍齁 那兄弟殺手就可以來打這個 祭奠軍齁 就是可能會對上我們的雨蝴蝶 那ACO被怕 他就進擊到了這個冠亞軍 等一下呢 就要跟我們的小橘子 我們的積分 積分賽 積分賽的這個 勝率最高的小橘子 進行了 Round 3 Round 3的最後的戰役齁 好那我們這邊先休息一下 然後